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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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各位 啊 那呢 我剛剛呢 見到一個超搞笑的東西 那本身我都不打算 大膽拍一條影片去講的 但實在是太搞笑 哎 讀都讀錯 那呢 這個呢 中國 這個 所謂的金廣門就是中國的麥當勞 那他呢 就轉了一個新的 吉祥物 那他就說這個是 虛擬的 什麼什麼偶像代言人 那呢 他就是這樣的 OK 是 麥當勞叔叔已經失業了 然後他又轉了這個 噁心的東西 是 還要穿那些 勁日式的服裝 還有一些麥當勞的元素都沒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這個 呃 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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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鍋門 什麼來的 然後呢 他這個就叫做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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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麥當勞開心姐姐 就是 呃 金開心 搞什麼這樣東西啊 忘舊 就是 開心姐姐生日是1月1日 升作為摩傑座 她的身份是唱跳偶像 還可以跟手機裡面的小朋友一起唱歌 講故事跳舞評分不敢互動 是鞋子王鞋子的頭 但是這個最搞笑的就是很明顯是抄 這個所謂日本的VTuber 那我就不讀名字了 但大家也看到了 完全是十足十次 還抄襲衣服啊 髮型啊 那些 這個中國是很抽筋 我一眼看到這個的時候 是笑到混蛋的 就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很笨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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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